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段视频 也是纪念曾经陪伴我们无数中国小朋友成长 也是他们宝贵的童年记忆 有那么一位优秀的主持人 来 我们看看是谁呢 我是方琼 大家好 我是方琼 大家好 我是方琼 大家好 我是方琼 大家周末快乐 大家好 我是方琼 欢迎 欢迎 我是方琼 大家周末快乐 七彩方琼 向你问好 七彩方琼 姐 找你的视频真是仇坏我们的导演组了 就是因为限于上个世纪 那时候综艺节目的像素的问题 实在找不出一段很清晰的视频属于您 你们跟我要啊 我可以找点好看的吗 你看我五颜六色的 凭什么给他做了个片子 没给我做片子 因为咱们 你们为什么这次对方琼总是不一样呢 就我现在这个越战越勇 大家知道吗 最开始开播的主持人是谁 谁 方琼姐姐 方琼姐姐作为主持人 然后我是嘉宾 后来我就借着一次方琼老师 没有时间来录节目这个契机 然后站上这个舞台 真的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从来不请假 就怕方琼回来 方琼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节目 在这个怀旧青春的主持人 能够上了大屏幕 放MV的 都是 鬼人 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你很厉害 真的 很厉害 方琼是一个就是综合能力 特别强的一个主持人 就是他的粉丝 真的横跨老中青 然后他主持的风格 就从少儿到综艺 到老方琼叨叨 就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阶段 然后他都能驾驭 没错 影响一代人嘛 但是咱们也得问问 现在的年轻人 有没有看过方琼姐姐的节目 墨琪应该看过 是吧 对 我记得小的时候 一开始看的叫《鸡星九九》 对对对 后来就再看方琼姐 就是《智力快车》 答题类的 还看了一个叫那个《超市大赢家》 就是一个屋里就很多东西嘛 然后几个人 去抢 然后放到里面 然后最终节目组结账 对对对 我这感觉 我感觉我们今天是回顾经典 好像就是方琼姐姐一个人